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认的 现在坏了这么多啊 别把你这罪鬼给扔外边 他敢 小雪 你老实交代啊 你跟那个宋建国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看他对你挺体贴的 你俩该不会是在搞对象吧 你怎么脑子里就有这事啊 你恨不得给全世界的人说没天象 有功夫自己找一个去 再说了 就他那德行 我能看上他吗 你干嘛去你 回家 再不回去我妈在急了 这有萨奇马 云片饼 绿豆糕 还有这个 我爸北京战友送的福灵饼 你可就是造 不够还有 都说学好树里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觉得这话得改呢 应该是有个好老爸走遍天下都不怕 行了行了 你就别记得我了 来来来来 尝一个 这儿没外人 说句实话 昨天晚上战况如何 唐小雪是否拿下 我与纳斯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自雄 那就吹吧 不过啊 哥们儿是打心眼里服了 你就是一个秀密的教课全书啊 交几招呗 想学啊 再交点学费 这就不仗义了 你吃我的喝我的还少啊 这就不算提前交的学费 我说的学费不是钱 什么意思啊 有几次咱们去宁州饭店吃饭 你模仿你爸的笔记蒙混过关 没错吧 别再提这事了行吗 有一回啊被老爷子发现了 差点没把我这手给动了 除了你爸的笔记 别人都能模仿了 来 这可不是吹呀 除了医院处方的那字 模仿不了 别的应该不在话下 我了 好 你等一下 小雨 电话 来了 喂 哪位 小雨 我是建国 宋长青的弟弟 找我什么事啊 是这样啊 我哥啊他在家 不方便给你来电话 让我出门给你打 他说今天晚上六点 在白屋西餐厅见 他有重要的事跟你讲 你可别忘了啊 晚上六点白屋西餐厅 一定要来啊 知道了 再见 他能来吗 他能来吗 放心吧 一准来 你说这事管用吗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这事成不成就看你自己 你要是个扶不起来的阿宗 那我就没事 不是 你赶紧抄啊 怎么刚抄这么两行啊 这也算是创作 哪那么快啊 我就怕唐小雨以后 对我印象不好 那以后呢 人现在就不爱搭理 你抄不抄 你不抄我换别人抄 不不不不 建国 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这就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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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国 行啊 上家门口多了 一天没见就想我了 不照片你会死啊 死我是死不了 我就是浑身难受 我少犯贱 昨晚上酒喝多了 有些话没说清楚 你是怎么打算拆散 我姐跟你哥的 行啊 酒喝多的事还没有 我忘不了 你说的 保证让他俩三天散 吹牛了吧 谁吹牛 我宋建国是那样的人吗 啊 告诉你啊 用不了三天 明儿我就让你看到结果 你说的 明天 我等着 要到时候他们散不了 我还跟这儿躲你 太好了 到时候就没这么客气了 一特别 各位 哎 小雨 您这是干吗去 出去一下 你回来得正好 帮我请个假 晚上的电影啊 我就不去看了 小玉成姐 张晓冰最近一直盯着你呢 小心点 我知道 走了 张晓冰 张晓冰 我心得不踏实 还是觉得这么干不合适 就你这样的根本干不成大事 把嘴闭上啊 人来了 小玉 你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建国等你呢 这边 建国 来了 你哥呢 坐下说吧 请坐 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怎么回事啊 我哥他没来 他让我给你捎了封信 看看吧 看看吧 你这信上写了些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不过 看我哥写信的时候 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你这信上写了些什么呢 我 要说咱们两家的情况确实特殊 这几个老人碰到一块啊 能把这房顶给炒塌了 就算你们俩在一起 能有什么幸福可言哪 我哥他是顶不住压力了 才做了这么痛苦的决定 希望你能体谅他 好 老话不也说肠痛不如短痛吗 这也是早晚的事 咬咬咬 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次我哥是铁了心了 不过 不过他是真心为你好 我这临出门的时候他还嘱咐我 让我转告你 说他祝你以后幸福 我不相信这信是你哥写的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我知道你不愿意 接受这样的事实 可我哥的笔迹你总该熟悉吧 我再跟你说个实话吧 我哥已经向我爸我妈保证了 你 我再跟你说个实话吧 说从今往后 你还没再难受我 我再跟你说一个实话吧 再也不跟你来过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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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愣着了 上了 小语 你要去哪儿 我有车 我可以送你 小语 不要了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要不 我陪你聊聊 这么快就回来了 聊白了吗 不要 怎么说呀 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我愿意陪你聊聊 漂亮 然后呢 他推开我走了 你知道什么叫趁热打铁趁训而入吗 我知道 可我看他刚才那样子 真的挺可怜的 我不忍心 我白给你创造机会了 知道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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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这些了 先解决他跟我哥的问题 可这招还行吗 够损的 不损呢 懂得找你吗 这么干 他们真的就能分了 放心吧 这世上没有打不散的鸳鸯 哥们 这次可帮你扫雷成功了啊 剩下的全看你自己了 做得像个男人一样 别面面糊糊的 秀密不用我家了吧 给我来一份牛排 叫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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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这 你这是为什么呀 走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是我哪儿做得不好 到底怎么了 你说过这辈子要和我在一起 为什么要写这封绝交信 什么 什么绝交信啊 是你弟和求证你交给我的 傻丫头 怎么说什么你都信呢 我怎么可能给你写绝交信呢 真的不是你写的 要写 我也是给你写情书 写一辈子的情书 你要去哪儿 我一定得去哪儿 每一边都快乐 很多人都没有了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能去哪儿 你赶紧把湿衣服脱了吧 别动着 今天这宿舍怎么这么安静啊 好像没人啊 昨天团队只是看电影 大家可能都去看电影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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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一生去诠释一个真理 期待是最漫长的绝望 绝望是最完美的期待 这抄都抄不对 这种白诗你相信是我写的 傻丫头 那是因为我真的害怕会失去你 白询 别amaz tuvo 快 fifth 我 张小彪 你干什么 不开注目 我简直不开注目 你们两个给我封一开 宋长静 你耍流氓都耍到宿舍里 把他给我抓进来 喂 哪位 老师 什么 你太妙了 你太妙了吧 有话说话 你别骂人 我骂的就是你 你就那么缺男人啊 你就那么缺男人啊 你去他你找我呀 我来呀 你别臭我妖脸了 嘴巴放干净点 我不干净 你干净 你干净 你都让男人在那儿 送水里耍流氓的 你干净 我跟宋长青是清白的 别瞎玩玩我们俩身上 泼脏水 泼脏水说得好 我想泼它就能泼上吗 一个人 尤其是一个女人 不自动它就完了 不用泼脏水 别人就从我现在 就能把你淹死 泼脏水 在哪儿呢 这边 这边 我给唐晓宇送点姜汤 干什么的呀 我给唐晓宇送点姜汤 晓宇 洞杰 你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你别着急 宋建国跟邱正宇 正在跟张晓宇谈判呢 我想 常青哥应该没事的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那咱们就不绕弯子 开门见山 把宋长青 唐晓宇放了 大晚上的无意见鬼了 你知道他们犯的什么事吗 流氓罪 宋建议就得判 这事 我劝你们少掺啊 所以我这急着来求你嘛 求你高抬贵手把人放了 规矩我懂 什么条件你尽管提 明儿我还要摆上一桌谢谢你 怎么样 给我个面子 你谁我就给你面子 你说宁州就这么大块地方 谁不知道谁啊 既然张队长非要让我们报上名号 没问题 他叫宋建国 是宋长青的弟弟 我叫求仲宇 是宋建国的铁哥们 我们俩都是东方厂的小工人 行了 别跟我装了 一个厂长的儿子 一个军代表的公子 怎么着 吓唬我 我还不吃这套了 这话可是你说的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爸在我爸手下的时候 只是一个团里的小文术 每次去我们家 我爸都骂他 说你敬礼都敬不值 你就不像个军人 劝他早点转业 这没想到啊 转了业混来混去 竟然混成了这文化局的头头 培养出这么一个 不男不女的二椅子来 他骂谁二椅子呢 我们都这么叫 别过分 邱章宇 逼急了 我给你翻脸 别翻脸啊 不是还有事要求你的吗 临出门的时候 我爸给文化局的头头 挨着打过电话 也包括你爸 就一件事 让你把人放了 你说我要没把人带回去 没法跟老爷子交代啊 所以你看着办啊 所以你看着办 别以为你们这好人编个瞎话 我就信了 是 你要是不信就给你爸去一电话 问问你爸什么意思 是吧 电话可以打 但我得给你提个醒 你说为这事 咱们俩怎么着都行 可别到时候 把你爸再搅不进来 我怕你收不了场 懂点事 不知道 郑宇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你要有种 我把你扣的 我要对我 屹宁 那是 你还没有 我 你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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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 听手 我还没有 还是 你还没有 我还没有 想让我 你还没有 我还没有 行 不过我得提醒你 我喜欢唐笑语 她的事我也得管 你要是敢动她一根好毛 你会死得很惨 门打开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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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呢 小语在哪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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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着她 你把小语给我抓出来 小语就在这儿呢 以后别人和你赶紧跟我走好 我求你了 我回去了 我回去 我回去了 Schnee 不是 你家人呢 小语 你不在那儿是吧 你家人有什么东西 插手我跟小宇的事啊 你想干什么呀 我问你话呢 大哥 建国也是为你 不是你 哥 还有你啊 那狗屁不通的诗 是不是你写的 你要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想把我 跟小宇拆散了 你好追他是不是 我没那么想 你怎么想的 你那么想又怎么了 他们俩定了吗 你追唐小宇犯法呀 不是宋长青 你以为你一个 破修地球的 能把这事摆平吗 我告诉你 刚才要不是求证 雨拿她爸说事 你根本出不来 知道出不来的结果 是什么吗 明天一早 你跟唐小宇两个人 一块儿送到派出所 一顿臭流氓 就这么定了 将来小宇要是因为 这事跳不成舞 你才是罪魁祸首 听明白了吧 是哪儿 上车吧 谁带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谁让你进来的 我怕唐小雨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 我来陪她 唐小雨 你必须做深刻检查 要从思想根源上狠狠地挖 我不写 我没错 嘴硬是过不了关的 你要不把检查写好 今儿晚上就甭想出这个门 小雨 写吧 要不然真过不了这关了 不写 小雨 小雨 你干什么 好 我听你写 哥 你真要吃啊 吃什么 是 是我让求正宇模仿你的笔记给唐小雨写的信 可我觉得我没错 谁让你好来不听权 哥 是吗 断了吧 行不行 你没谈过恋爱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家爱情 我对小雨是有个承诺的 承诺能随意更改吗 好 下不得力 你 以后别都关我的事了 倒碗水 有汤 眼光 你说张晓冰那孙子要是找我爸去对质 我怎么说呀 我管你怎么说 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 大哥也挺可怜的 他哪可怜 他一点都不可怜 你还好好学学 学学我哥是怎么捍卫爱情的 主题 刘队查看 这处分够重了 看来这唐小雨连转正都拿了 这还没这么纠 definition 这种乱搞男女关系的魄斜 还想转正 没有看 还看算轻的 你怎么知道 唐小雨乱搞男女关系啊 她就是一大破邪 而且还特没眼光 特没水准 搞了一男朋友 回城知青 真给咱们构团丢人 去 咱们去 慢点 慢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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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妈 妈 快走 快走 你们也去看看 走 妈 你怎么来了呀 我怎么来了 我倒是不来 还不知道你在歌舞团 还干那么多丑事 你说 你不告示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干什么了 说呀 你以为你不说话 这事就过去了 你说 有什么冤咱们不怕 咱家挨的冤屈还少了吗 你说出来 妈就给你讨公道 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 这生活作风问题 哪个女人能背得起这个名声啊 你说话呀你 你到底干什么了 小祖宗 你说 姐 妈 那就别问了 你给我站住 这么多人呢 你给我姐留个面子啊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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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妈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瞒得住吗 我今天不说明天不说 爸爸迟早有天会知道啊 那你也不该把妈带到团里来 那他知道了他能不来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别跟那个宋长青搅在一起搅在一起 你不听啊 现在闹得满城风雨 你不嫌丢人哪 我没觉得丢人 别说是给我一个处分 就算是把我开除了 我也要跟宋长青好 说话不算书 宋监谷 说话不算书 姐 天凉 进屋吧 别说话不算书 你看 这张队长 你不能吓人 别说 我你不能吓人 我我 你不能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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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吓人 你不能吓人 竟然吓人 你不能吓人 女儿我知道 她犯什么样的错误 都有可能 就是不会有生活作风问题 这关系到我女儿的名上 你得给我一说法 要不然 我就到文化局告你们去 文化局不行 我就到市里告你们 你信不信吗你 要说法是吧 好 唐潇雨把男的生更半夜地 带进女生宿舍 算不算生活作风问题 谁看见了 我 我亲眼所见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 她违反团理规定 搞对象谈恋爱 算不算生活作风问题 你别胡说啊 我女儿谈恋爱 我能不知道吗 看来你这个当母亲 很不称职啊 对你女儿的思想动态 毫不知情 你说 到底是谁 宋长青 我女儿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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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是这是 阅你难得 我可以 务情 我听到